社區爆發的規模和速度 這次社區爆發的規模和速度 已經超出了我們在抗疫鏈的幾乎每一個環節 我們的能力 包括病毒的檢測、隔離和治療 所以作為行政長官 在上個禮拜已經向中央作出這個回報 亦是要求中央支援 現在我們在兩方面仍需要提升我們的檢測能力 希望做到早發現 等到感染者可以採取一些適當的行動 第一方面是要求中央協助大幅增加核酸檢測量 第二是政府大量購買這些快速抗原的檢測包 作為一個輔助性的監察 適別受感染的人士 從而截斷社區的傳播鏈 我們派發這個快速抗原測試包的對象 首先是一些高感染風險群組的人員 以及支持我們的抗疫工作 例如在污水檢測程量升 比較嚴重的區域 我們已經過去這段時間 不斷透過民政事務處在當區 向居民和清潔及保安的人員 派發快速檢測包 現在估計只是這一類的需要 即是高風險的人士 以及支持防疫抗疫工作 每天我們需要動用一百萬套快速測試包 然後我們便會派發給市民大眾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的採購是有成效的 其實今天來說 特區政府已經落實了的採購 是超過一億套的 不過當然它要運送來 但起碼現在運送的情況 令到我們可以由今天開始 即是2月15日 就率先是派發給安努院社 以及殘制人士院社的工作人員 讓他們能夠由現在的三日一檢 即是這個快速的測試 加密到一日一檢 稍後我們便會 應該在這個星期 陸續以百萬計的快速測試包 會抵達的時候 我們便會按照我剛才說的 優先社群派發 也會繼續以污水檢測的結果 派發給更加廣泛的 派發幾桿該區的居民